今天就鄭重的 請苗博雅議員不要造謠 評論應該要本於事實 所以在這裡鄭重的希望 苗博雅議員公開的向我來道歉 她在直播的時候 所秀出的這張 聲稱是LV的連衣裙 其實根本不是LV 而且我取得的價格是0元 這件衣服是 俞美人送給我的二手衣 也就是說她上節目的時候 她可能穿過 但因為她是藝人嘛 所以穿了幾次之後 那不見得會繼續穿 所以她有很多的二手衣 有一次我去她家的時候 她就很好心的 拿了五六件衣服給我穿 其中包括這一件 她的價格是否是10萬元 那各位是可以向俞美人 美人姐來求證的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去問問她 所以這件衣服 實際上應該不是LV的 而且呢 也是人家送給我的 我沒有印象她是LV啦 為了要攻擊 我徐曉星 連我穿什麼衣服 多少錢都要管 請問是愛找誰了 犯了什麼法了嗎 所以我希望 這些過去的寒沙攝影 打不下去的時候 不夠 大家就不要再丟一些 五四三的東西出來 自取其辱了 如果今天真的要看一件衣服 多少錢的話 今天就能脫衣服 我是不知道她們是不是希望 我要脫光她們的衣服 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看 是什麼牌子的 在立法院的問證 我很常穿 也不是第一次穿的 前幾天都是穿這一件 然後我還有包色 是UNIQLO的 一件大概是一千多塊錢 這件衣服 也要這樣子嗎 來 沒有大家喜歡拍就拍 這件衣服 也是UNIQLO的 大概八百多塊 具體價格我不是很確定 我們今天作為 中央的民意代表 有的時候 我會有一些 比較好的衣服 但只要衣服能夠重複穿 甚至作為二手衣 給我的家人穿 其實我覺得還是很划算的 但是這不等於 我所有的衣櫃裡面 都是他們所說的 所抹黑的 那些價格 跟那些衣服 所以我想要問 民進黨 到底想怎樣 要把我褲子脫下來 給大家看嗎 還有內褲今天也是穿UNIQLO的 有需要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今天 你要攻擊 要有限度 為了我一個人 去窺探我的家裡的生活隱私 很多的討論跟案情 根本無關 也沒有任何一條證據 指向我涉案 想要去告發的人 他們也去告發了 我也說我非常感謝 能夠讓第三方單位加入 一起來查清楚 因為我是用最高的標準 來檢視自己 可是有必要弄到 連衣服都要造謠嗎 有必要弄到連我的先生 被造謠說他的爸爸陪他特權 什麼兵役 他結果他必須要拉開他的褲管 給大家看他的小腿有腫瘤嗎 我想要問一下 這是我們所期待的政治環境嗎 他們在做的事情 難道不是霸凌嗎 真的希望看到出了很嚴重的事情 他們才要善罷甘休嗎 我所有的事情是經過了查證 與公共利益相關 才公諸於世的 結果他們今天 開始打我的一件衣服是多少錢 內褲是多少錢 以後我在這裡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要把我全身衣服脫光光 給大家看每一個牌子 大家才要滿意嗎 他們刻意地去講 我是早餐店女孩 誼毀了所有做小吃的人 把所有做小吃的人都說成是窮人 如果你不窮 那你就是說謊 不應該有這樣的暗示 我們家是做早餐沒有錯 你們知道嗎 如果一個做早餐的家庭 像我們家這樣子 365天全年無休 連過年的時候我們都工作 其實是可以累積一筆不小的財富的 只是那些才不是用我們的勞力 用我們每天的努力 所換取來的 沒有對不起誰 我們賺錢賺的心安理得 所以他們攻擊的不只是我而已 他們攻擊的是千千萬萬 因為坐著基層 而慢慢慢慢累積到自己成就的人 所以我希望可以停止了 這種惡性的政治鬥爭 要逼著政治人物在立法院裡面 脫下自己的衣服 給大家來檢查 大家不覺得很荒謬嗎 再一次的希望 苗柏雅議員 能夠在公開的場合 鄭重向我 以及所有做早餐的老百姓們道歉 而造謠也不應該是一個 台北市議員應該所為的 最後不懂得 他是被說成菩薩之後 不懂怎麼會有這麼荒腔走板的不實指控 再一次強調 希望苗議員可以公開的 向我好好的來道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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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